古龍德後書十章三至五節 古龍德說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 卻不憑著血氣爭戰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堅固的盈女 將個人的計謀 鋸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 至高的痴事一概攻破了 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信服基督 首先我回答這個問題 當有人有情緒問題 是不是邪靈的攻擊 那我的答覆呢 就是可以是全面性的問題 不只是邪靈的攻擊 如果你只是邪靈的攻擊 那就趕了邪靈會搞定 在這個經文裡面說 他就說 講到其實是人的那個心意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這個第三節是講寶羅的 寶羅爭戰 就不是 他講血氣 就不是那種屬血氣的血氣 就是我們是 就是好像人做事那樣 那種人的做事方式 我們不是憑血氣的爭戰 我們是 我們的兵器 是屬血氣的爭 是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堅固的盈女 然後解釋的盈女 是各樣的計謀 就是所有的錯誤的計謀 錯誤的思想 各樣難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至高之事 就是那些事難阻人 和神有好關係的事 一概攻破了 將這些事攻破了 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都信服基督 所以這裏講到 其實有很多時候 就是人信了一些錯誤的觀念 這些計謀 和人的至高 難了他認識神 令到他不能夠 認識神都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知識上認識 另一個是 在心靈上認識神的美好 全人的認識神 然後他沒有信服基督 然後將他拉回頭 讓他信服基督 所以這個經文講 都主要在人的責任上 就是這個人信錯了很多東西 然後就有自高 又不正式神 又不信服基督 然後之後 到底魔鬼可不可以攻擊呢 是絕對可以的 因為聖經講到 盜察尼是偷竊殺害毀壞 很簡單的 當這個人經常都是不開心 經常都煩惱 他自然 他的內心就會有很多 很多掙扎 很多憤怒 很多不好的東西 很多自卑 那些東西會不斷來 魔鬼也可以因為這樣 令到他的人很憂鬱 魔鬼可以跟他說話 你都是沒用的 沒有人喜歡你 你快點跳樓 攻擊他 難了他 這個來源 又可以有魔鬼攻擊 為什麼魔鬼攻擊呢 比如那些人敗開偶像 那些人或者接觸靈界 那些接觸靈界都這樣說 他說他們做了那些神打 那些蝶仙 那些之後又精神錯亂 很多不好的意念出現 又經常吵架 邪靈可以帶來這些 亦都可以人的問題 帶來這些 又可以吵架帶來這些 其實來源可以很多 吵架可以帶來破壞 被人傷害可以帶來破壞 看新聞不懂得化解 那些新聞都可以破壞 就是你看到任何東西 不喜歡 被人騙了 又可以破壞 總之他處理不到任何的事情 那這個來源可以是魔鬼 亦都可以來自自己的經歷 或者自己不懂得處理 於是內心裡面 就積聚了這些壓力 積聚了壓力之後 魔鬼都可以繼續攻擊 魔鬼一定攻擊 他一定不會留守 不過同時都可以人又攻擊他 人又欺負他 人又炒他魷魚 他又跟人不相和 總之人的問題 和邪靈的問題 都會繼續在牽涉他裡面 所以我們越是被情緒控制 我們就越可以被邪靈控制 但這個邪靈控制 不一定是邪靈附體 因為邪靈是可以影響和附體的 譬如比特 耶穌說 撒旦對我後面去吧 他不是附體 耶穌沒有跟他講邪靈 他不是附體 他是被邪靈影響 但是嚴重的 一路一路去 譬如由大 最後那時候 他就喜歡附體 邪靈入了他的心 他去出賣耶穌 和自殺 完全被邪靈控制 到底是否這些所有事 其實魔鬼攻擊 其實是的 不過問題就是 魔鬼不能夠 只要我們親近神 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逃跑 離開我們逃跑的了 我們是有權兵 不用一定被魔鬼攻擊的 魔鬼攻擊是一定有 因為有破口 因為有罪 有不好的東西 所以魔鬼來攻擊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怕死了 哎呀 今天魔鬼有沒有攻擊 有些人就常常說攻擊 其中在靈印派裏面 我自己覺得有些問題 其中一個教導 有時是傳導人說 那些人經常說 我不知道 他經常說 哎呀又有攻擊了 又有吵架了 他就不會說 我吵架 我發脾氣 他發脾氣 他總是賴了魔鬼 這個變了什麼都歸咎於魔鬼 我又覺得是一個錯誤的想法 還有令到一個錯誤就是 怕不知何時魔鬼有攻擊 經常都沒有安全感 哎呀 魔鬼今天有攻擊了 我家人又罵我了 總是甚麼都罵了魔鬼 我就覺得這個 變了一個不健康的懼怕 我覺得不需要那麼害怕 我們是有神祝福的 保護的 我們有權兵淺納石 和蝶子 有聖個仇地一切的能力 斷會有什麼能害我們 除非我們犯罪 給魔鬼留地步 或者是抑鬱 我們自己不處理 總之不處理 自己就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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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